跨年就要到了 台北101的跨年煙火出了新招 今年煙火将会蜿蜒向上 环绕101大楼而上 而且呢 煙火风格还有音乐都融合了东西文化 而且是使用多元几何图形 也是有史以来 在塔端释放最多煙火的一次 好 101大楼煙火是每年跨年的重头戏 对有些人来说 只有在灿烂的烟花中 才能毫无牵挂地迎接新的一年 不过每年都放煙火 今年我们能够期待什么惊喜呢 第一个是创新 第二个就是节庆感 它有立体的层次 还有几何的图形 然后还有颜色非常的丰富 那节庆感是我们特别要求说 除了法式的优雅之外 还要加上我们台式 我们亚洲人喜欢的节庆感 每个箱子里都装有80支烟火 在101大楼的82楼上 在场的工作人员 正聚精会神地将烟火组装好 要赶在30号前全数部署完成 等待最后的查验 而今年跨年预计将有218秒 不到4分钟的时间 共有23000发烟火飞入夜空 而花费则跟去年相同 这次我们的烟火总共的成本 大约是3800万左右 跟去年是一样 那比往年来讲也不是最高 最高层次是百年设置6000万 3000多万的烟火秀 强调一定要让大家饱足眼福 尤其今年特别在塔顶 多装了不少烟火 最高甚至能飞上600公尺的高空 不过雨天的阴霾 几乎每年都要来破冷水 也让大家格外担心 绚丽烟火会被雨水浇袭 我觉得雨的部分倒是还好 那如果说风很大 可能就会把一些烟火吹散 我们当然希望风小一点 不过这个我没法预测 雨不是问题 但要是吹大风 这次惊奇的扇形螺旋形烟火 就可能只有天女散花了 而主板单位表示 今年民众可以上101大楼的官网查询 上面会提供数位地图 让民众寻找最佳的观赏地点 雨天TV陈旭罗一新台北报道